待會講完這一題我們就接著來看 那早上的部分的話當然我們就每一個 每一頁裡面也許你可以試著做一些一張圖吧 一個樞紐分析表做一個圖 OK 然後呢再來的話就是 後面呢我們還有 7 從7到12的這個問題 那首先第一個呢他問到就是說 這個什麼呢每一個產品類 每一個產品 類別 他的什麼呢銷貨百分比 所以產品類別所以第一個我們把 產品類別拉到 可能是列的 這個部分 然後呢再去統計他的銷售總額裡面的百分比 所以可能會有三個動作 先把 這個產品類別的欄位 拉過來然後 去計算他的值是銷貨總額 並且把他的格式變成百分比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第一個也許我可以拿那個這個來改好了 這個我需要的是 是 什麼 產品類別 的百分比 所以我拿 06 複製 Ctrl就按住拖拉 改成07 OK 等於是第7個問題 那首先第一個他當然是分類 所以分類裡面 那所以 分類名稱 那所以把什麼呢 第一個你可以把 這個06上面的業務名稱 把它 移除 所以拉到空白一處放開 他就移除掉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不是要技術 我們是要裡面的那個把它改回來 本來是技術 所以呢再把它改為加總 所以這部分的話先加總按確定 加總完之後的話可以看到裡面 他每一個每一個的銷售金額 那當然相對的話看起來 主機板 是這個公司的主力 因為他的銷售金額非常的大 然後 超過20億 所以這部分的話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改成百分比 佔的百分比的話 那一樣 特別說這個地方 你一樣到那個 值的欄位設定 根據這個值欄位設定裡面 把它改成那個顯示 比例部分呢 改成 總計百分比 因為我剛剛有做過啦 類似的方法 總計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銷售額佔最大宗的 還是主機板 所以這個公司裡面 其實基本上就是靠 主機板賺錢的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那其他的話什麼 匯流牌 只有占百分之1% 不到2%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就完成那個第七個問題 第七個問題完成之後 謝謝